大家好 《奇權教室》今天舉辦了 23年10月份的MS 每月策略堂 以下展輯了幾分鐘的 trailer 出來給大家參考 去片 大家好 今天我戴了口罩 我自己有點咳嗽 沒有什麼大問題 可能是雙風而已 今天先講講健康問題 準備下水 去台灣 去台灣很多人 兩萬多人 去到水裡很開心 這天下水的時候 我真是說一馬當先 自己一個就爆發的油 那我一張sertificate 以無比的信心和計力 完成全城三千公尺之重舉 我都很抱怨我自己的成績 馬英九游了兩小時四十分鐘 我游了一小時十分鐘 香港民眾的規定 1500米45分鐘 我都按照這個速度來操水 這個option是令到我們能夠有一個現金流 有一個財務資料 有了之後 一定要講講你自己的健康 我們今天開始了 第一個題目 就是廣股殘廢也無來 好 我們看看恆生指數 去這個底位置 一四六幾 以為如果再跌的話 去哪裏呢 我們第一個底就看這個 一四六幾 為何我對廣股來說 我現在還是比較正面 沒有這麼悲觀 環球股市指數PE 恆生指數 好 下明第一了 廣股其實是最低的 其實我覺得非常非常不見改 不至於這麼差 由於恆生指這幾年 你發不發覺 將科技股成分 越比越大越比越大越比越大 好 具體說的方法 就充分利用波幅 再去回我們的銀子 股升跌是困難猜的 不需要猜它 但我們做一些股票 在跌市裡面還站得住 那些就好了 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又去回那句話 你究竟持不持股 持股當然是 沒有持股 一定是 所以我們充分利用 每一隻股票的波幅 關鍵關鍵 掌握一個保力價通過 自然說 823 823 聽見都會說的 知道到底沒有 我們全部看圖 我們不知道這個823 就是看這個 我自己個人以為 是未到底都差不多 你最基本的 所以我說棋拳之道 沒有理解 好 看看我們 下面的Mr.Market 你們不要以為 我講棋拳 在這裡說頭頭是頭 我都說砸 我不算聰明 真正正高手 在市場上 你先看看我的左邊 最後做回收工 賺3,000多元 你覺得它好嗎 25號 我做了11月 算數的支撐 臨頭4,7號1,2 數到它 絕大頭都已經吃光了 0,8號1,3,680 即是有3,680 有幾個人 但是好 看回合得要來 各位朋友 1萬1千多張 在家庭所的股票裡面 很少 一個strike 那天有1萬過1萬張 很少 10個 300元 3個多 響號二指定 為甚麼我們不是其中 看下這次分析 2327 2327 真的很值得大家關注 這位學員提出非常好 他都發掘到這個意義 一線的 28號的底表是甚麼 17352 即174 是一個at the money at the money 在期間裡有甚麼最大的特點 最大的期間 最肥的時候 從那天開倉 到目前為止 最大開 都是這個位置 2000多張對行指定 那算是很厲害的 因此 投身指數的波幅 很可能 他是賺很多錢的 一張 兩邊加起來 乘以乘以張數 乘以三二七 乘以50 是真的不足 好 下面 中二棟 941 首三季盈利105億 增加7% 整體來說 中二棟是很相當不錯的顧票 其實我只是說是14億元的股票 但這隻股票 要有一個爆炸性的增長 很難 所以你持股 做sacusput 是不錯的 去到這個位置 不妨做一種 在那些股票上 差不多跌到這個底了 客戶會問怎樣 我沒有談 即使你有證股 你都要再加一個sacusput 這是很沒頭的 下個星期慢慢上去 那變成甚麼 這次叫三底 所以那些客戶會問 持股出口 我說 如果我的話 你一定是 再來一隻 883 海油CNC 883 看看那個新聞 油價最壞情況 要去到140元 吹嗎 神經病 神經病 我想如果油價去到140元 但美國通常再來一倍 是有人提問 我去搜索一些新聞回來 平時我不看這些 不過我經常按照Costellis說 你一定有些錢 去嘗試一下自己的眼角 說話是沒甚麼意思 我是不看好油價的 但我都不暑子 我是一個錯 如果沒有問題 今天就這樣就好了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附送版就來到這裏結束了 如果想看回全段兩個小事的內容 請上香港奇權角色網站播名 下期MS課是11月25日 到時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